新元时影 好斗的海鸥 海鸥性喧嚣 好斗互争闹 一鸥七席力 他鸥偏来脚 人亦好争进 厮杀比低高 皆不甘服输 相争何时了 无论在湖边或是海边 总会看到一群海鸥 呱躁地抢石或抢地盘 上演着一幕幕热闹的争斗戏码 有时候一排海鸥静静地 站在栏杆上休息 突然飞来一只海鸥 硬要插在它们中间 它大声嚷叫 这一排海鸥 个个赶紧往旁边挪一点 让出空位 给这个侵入者 有的新来的海鸥 则礼貌地 落脚在大队的最边边 不会打扰他人 狭窄的路灯杆上 或木桩上 只能容一个海鸥 那就更能看出 各个海鸥的性情了 只见高高的路灯杆上 站着一只海鸥 微风凛凛地四处眺望 忽然听着尖叫 飞来另一只海鸥 也要站在这个杆子上 原来的那只 二话不说 立刻就飞走了 让位给新来的 有的则不肯让 两个叫嚣对骂半天 到后来都累了 新来的知趣地飞走 另寻他处 或是原来的那只 让位飞走 新来的神气地站上去 站前享受片刻的休息 不知何时 另一只海鸥又会飞来 抢位 上演另一场争夺战 人的一生 不也是因为自私自利 充满了争斗厮杀的场面吗 若是我们能顺服 在宇宙万物的主宰之下 相信他的安排 都是美善的 我们才不知处处与人争执 才会有平安喜乐 才能安稳地行走于 私欲横流的浮躁乱世里 当我与主同行 在他火雨光中 和灯荣耀照亮我路程 当我恳听命令 他就充满充满我灵 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 心而顺从 因为除此余外 不能得住的心爱 唯有心而顺从 我感谢宝山 大认真宝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沛